在分析了一些最古老的火星物质之后,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认为,这颗红色星球的地窍最迟在45.47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。 这意味着火星的形成速度非常快,火星上的是一居住条件的出现,并地球上是一居住条件的出现,可能要早已一年。 据《自然》杂志报道,研究人员使用火星远时钟的高石来确定地季年代,该小组将它们的年代定在44.31年到44.76亿年前,大约在地窍形成9000万年后形成。 据研究小组称,在不到2000万年的时间里,火星从一个岩礁海洋变成了一个坚实的地窍,在高石形成时,这个地窍被重新加工,可能是受到撞击。 这项研究对火星和一般岩石行星的形成有许多暗示,如果地窍真的凝固得这么快,地面可能就没有时间混合得很好了。 研究人员认为,这将创造出非常特殊的地窍类型,这是它们在高石地层模型中使用的一个现实情况。 这种情况对延迟行星的快速形成也有很强的影响。 据估计,年轻太阳系中形成的第一个固体卵石,大约是45.67亿年前形成的。 这项研究表明,火星只用了2000万年的时间,就从形成变成了有外科的固体行星,肯定是一个快速的转变,但正是在暖石吸进模型中的预测。 这个模型中,行星不是通过与类似大小的物体合并而增长的,而是通过向暖石的持续增长而增长的。 根据这个模型,形成火星只需要500万年,这一发现与火星有一个漫长的岩浆阳下的几项研究相反。 然而,该小组的高石数据相当有信心,高石是兼顾的矿物,耐磨损和腐蚀,它们在火成岩中很常见。 这些火成岩是由岩浆或熔岩形成的,是进行这种研究的理想插索。 另一个特点也是高石非常用,它们会接受某些元素,如游和服,但会排斥铅,对铅的排斥与本研究特别相关。 随着高石的形成,铅原子无法找到进入的途径。 但游选了,几十亿年来,游会分解成铅,所以那里的所有铅一定都来自由,这是给地层打上时间出的好方法。 相反,它也为它们的形成提供了证据。 如果这些高石是直接从岩浆中形成的,那么它们就太少了,所以它们更有可能是由再次融化的故事地壳形成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 xyz或取更多相关资讯。